大家好,我是汪龍 今天跟大家開這個Converse Motion的超人Z 開了個飛盒給大家看 我已經開過了,在拍這影片之前 發現裡面的飛盒留了這麼多東西 中間的飛盒是空的 所以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弄這麼大的飛盒出來做 再拿裡面的玩具出來看看什麼 這次就是玩這個Converse Motion的超人Z 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歡迎留言討論 先拆下雪梨子 拆下雪梨子,可以看到整個盒都是黑白的方式呈現 就不同我們普通的Converse Motion 變成一個彩色的盒的呈現 這次的Z套就有三隻 分別是普通的Z套 Z套是Fileform 以及達吉尾的拐手 旁邊就是這樣的,可以製造劇場景 好像這個放必殺技 以及這個怪獸放死光件 即是說,這個Z套或怪獸 是有死光件提供的 亦都是Converse Motion 第一次提供死光件的一個地方 這一邊就是Fileform的特徵 後面就是普通的字眼 上面也是這三隻東西的公仔 下面就是這個黑影 立刻開盒 那我拆了這個盒 就發現裡面是這樣的 用一袋遮住的 這個盒也是一面直拉的盒 可以看到它除了公仔之外 它就有兩個手型 第一個就是普通放死光 第二個就是有個死光姿勢 還有一個台座 這個Fileform也是這樣的 分別是有公仔 有這個貝利亞劍 還有一個支架 這個DELTAWISE Core 偷飾就知道很嚴重 那我看回它後面 整個都是白色 根本就沒有上色的 另外這隻怪獸就是這裡 這隻怪獸也是我最期待的 有條尾 有頭 有頭 有條翼 還有我的腳 另外也是堆了它的死光姿勢 不是這個支架 立刻塗給大家看一下 先跟大家看一下這個JETDAWISE的基本形態 可以看到它的水晶眼 是沒有做到的 JETDAWISE的鑽石眼 只是用透明器來做 另外 它旁邊是這樣 後面也是偷光的 跟普通的converse motion一樣 後面也是偷光的 而右邊 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中了石的 這裏是安不住的洞 我不知道是我不夠力 還是我中了石 令我安不住的洞 如果是真的中了石的話 可以看到限定的貨 那個CP值很低 這樣也中了石 那旁邊 就是這樣 如果不看中石的話 我覺得整隻都不錯 做這個JETDAWISE的十字四光 它不只是有這個POSE 它還可以換一個死光件 現在就換給大家看 把這個手件拿出來 另外 就拿這個死光件出來 按下去 這樣就已經可以 作為一個死光件 這個死光件有很大的特徵 它就是這個洞 就真的弄出來 把手拿出來 跟我們之前玩的SHF一樣 有一個洞在這裡 一個converse motion的形態 有兩個POSE 擺到 都是不錯的 只不過是那隻 沒有死光件的手 就可以中了Z 這樣 就搞到整個JETDAWISE的基本型態 就大打折扣了 現在就看這個怪獸 這個怪獸 就這樣看下去 它的相色也很好 至少中間的紅色有相 只有這些漸面色都有的 那我看看旁邊 後面 這邊的旁邊 可以看到它的左跟超人不同 它是沒有了這個尖尖的 直接都有左 就這樣看 它是一個普通的怪獸 不過剛剛才說過 它是有死光件撫鬆的 那我怎樣換這個死光件的呢 就是把中間這個洞 拌出來 這裡有一個洞 就把這個死光件套上去 這樣就可以做到這個放死光的動作 轉個圈給大家看 這邊 後面 側 這邊 這邊 這個converse motion 是第一次有這個放死光的動作 配合上ARMS這個超人ZD 放死光姿勢 就可以擺放放死光的對打場面 應該都是第一次這個converse motion 可以做到這個放死光的對打場面 就這樣看這兩隻 這兩隻呢 還原到大紀局的場景呢 都是不錯的 最後就到這個file form的ZD 對我來說呢 我就最不期待就是這個file form 因為我比較喜歡的基本人探 或者怪獸多一點 所以到最後才看 這個file form的ZD 跟剛剛才說 它後面偷射很嚴重的 轉個360度 讓大家看看 前面 側面 後面 後面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色的 然後再到這一邊 可以看到不是後面沒有色的 它前面的顏色 都好像不是上得很好 和上得很美 所以對我來說 這一個就是一個 出得不太好的一個公仔 這些限定的貨幣 再看這隻file form 可以看到它出得很無誠意 即是後面偷射都不要緊 比前面上色上好一點也好 所以看到這隻 另外對這隻東西 它的滿足感是大一點的 今天的五星級評分制是 二星級的玩具 對我來說 這次限定的 confirm motion的超人ZD 只可以逼二星級 首先 我的Origion 普通form 中了Z 另外它的file form 上Z就上得很差 如果還要收超過300元以上的價錢 只給我們這些貨幣 我覺得是沒有這個誠意 出得最好的就是大劇局的怪獸 還有可以做一個死光碰死光的一個對打的情景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喜歡超人ZD 不用還原劇中的場景的話 我完全建議你不用買這一套 但除非你很喜歡ZD 很喜歡ZD 很喜歡ZD的大劇局 我覺得你可以買這一套 去抹捉還原大劇局的場景 這條影片到這裡差不多了 希望你可以讚好留言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我的鈴鐺 那我們下次玩些什麼 你就馬上知道 這條影片到這裡 我們在影片見 拜拜